你这非要这个房子的话 挺麻烦的 说实话 好的 谁也不能保证你那个 你如果不要买 我们跟领导汇报谈一谈 把钱都推给你也可以 朕将女子简陋法拍房 谁知房子没到手 法官却劝其不要买 听到法官这么说 女子吓得脸色发白 难道自己买的房子是凶宅 越想越害怕的女子 只能到法院了解清楚 谁知房子根本没出过人命 也没其他毛病 于是怀疑拍卖背后有猫腻 不听劝 坚持要买房 没想到 房子一天没住上 还要打官司 究竟房子有何问题 为何法官劝其不要买房 2018年11月底 镇江的人女士没想到 一个天大的好事 砸到了自己的头上 这天一大早 点开当地法拍网的人女士 意外看到了一处 位于镇江的房子流派了 很快 第二轮拍卖开始了 看着无人抢的房子 任女士非常的动心 点开详情的人女士发现 房子是一套60平左右的两居室 虽然房子面积不大 但是地理位置不算差 最关键的一点 这套房子 因为之前流派过 价格已经降到了26万多 这个价格想要买新房 几乎是不可能 但是在二手房市场 也算是极低的价格 担心房子被抢走 任女士立马交了2万 开始进行竞拍 没想到等了30多分钟 竟然无人与之竞拍 也就是说 任女士以房子的底价 买到了这套房 得知自己简陋成功 任女士恨不得通知全家人 一起乐呵乐呵 毕竟这套房相当于市面 同等面积一半的价格 简直不要太划算 当然划算之余 也有着诡异之处 那就是房子位置不差 而且价格合适 为什么没人跟自己竞拍呢 想不明白的人女士 只当是自己运气好 却没想到随后的一通电话 任女士再也笑不出来了 打电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拍卖房子的法官之一 法官拨通电话后 却告诉任女士 这房子麻烦大了 没办法买 你要是想退 我这边给你办退款 听到法官这么说 任女士吓得一跳 心里冷汗直冒 甚至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 难道是房子有问题 法官都说不让买 会不会是房子死了人 一想到自己 可能简陋一套凶宅 任女士当即决定 先去法院找通知 自己的法官了解清楚 见到法官后 任女士特意询问了具体情况 得知房子没死过人 任女士放下心来 当即决定要交尾款 谁知原本还算客气的法官 听到任女士要买房子 立马翻了脸 你违约了 不能够买 你走吧 被法官巨大转变 吓了一跳的人女士 还是想不通 自己明明就是来了解的情况 怎么就莫名其妙的违约了 原来 按照法拍程序 买下房子后 要在五日之内交付尾款 而法官约定的见面时间 则是五天之后 也就是说错过了付尾款的时间 对于这个解释 任女士不能接受 毕竟是法官新说的见面谈 自己肯定要了解清楚在买 这是买房子 又不是买白菜 怎么可能听说房子有问题 还草率的下单 为了拿下这套房 任女士当众播放了之前与法官的通话录音 看着执迷不悔的人女士 法官只能不情不愿地给任女士出去证明 带着任女士交钱 本以为这样就能拿到自己的房子 不料房管局却让任女士找银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镇江女子简陋法拍房 房子到手后却无法办理过户 银行钱没到账 怎么解压 明明女子全款买房 为何银行不放权 最后女子拿到房本了吗 2018年11月 镇江的人女士 以不到市场价一半的价格 到手一套法拍房 谁知房子没到手 就被法官劝说不要买 不信邪的人女士 当即交了24万余元的尾款 坚持要办理过户 看着不听劝的人女士 法官也只能无奈地出具证明 支持任女士办理过户 拿到法院证明的人女士 第一时间来到了房管局 结果却被房管局告知 你的房子要前去银行解压 不然没办法办理 对于房管局的说法 任女士十分的不理解 自己全款拿下法拍房 虽然是简陋 但也是按照流程买的房 凭什么房管局不给办理 看出了任女士的疑惑 工作人员只能打印出相关文件 这一看不得了 任女士也傻眼了 跟任女士手里法院开具的证明不同 房管局的证明上多了一行字 由银行自行解压 也就是说 只要买房子的钱到了银行账户 任女士拍下的房子就会解压 既然钱已经交了 为何银行拖着不给解压呢 着急过户的任女士 无奈之下又跑到了银行 谁知银行的柜台更硬气 直接回了一句 我们银行根本没收到钱 怎么给你解压 听到银行的解释 任女士顿时慌了 自己可是交到法院26万余元 而且购房需要出具的证明 也已经拿到手 银行为什么没收到钱 为了弄清真相 任女士只能要了一个银行负责人的电话 谁知银行经理却告诉任女士 刚刚去法院办理转款 可是后台处理信息需要五天时间 等五天后 任女士才可以办理过户 虽然还需要等待五天时间 但这个结果 还是让任女士放心不少 毕竟自己不过是简陋买个房子 先是被法官劝退 随后又被银行卡脖子 怎么买个房这么麻烦 如此繁琐的买房过程 不免让任女士多想 为什么所有人都阻拦自己买房 难道是因为这套房早就被预定出去 自己不知道意外捡了漏 可是房子已经挂出去 谁想拍就拍 只要按照规矩办事 把钱给到位 凭什么不能买房子 去办理过户的时候 任女士还是不明白 为何自己不能买这套房 被劝退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镇江女子简陋法拍房 却被法官劝说不要买 女子不听劝 坚持要买 买下后傻眼了 自己新买的房子 根本没法住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房子有问题 为何拍卖详情上不写清楚 2018年11月底 镇江的人女士 以不到市场价一半的价格 简陋了一套法拍房 尽管法官极力劝阻 任女士还是坚持办理过户 虽然房子到手了 任女士心里还是有疑问 为何法官不让买房 这套房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法官口中的大麻烦究竟是什么 为了了解详情 任女士还是拨通了法官的电话 结果却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这个很麻烦的 实际占有是有问题的 这个房子没有隔断 你没有办法占有 涉及到公共使用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 你到时候怎么做 听到法官的解释 任女士还是一知半解 自己就是买个房 跟公共使用有什么关系 虽然不是太了解内情 但任女士还是听出了 法官的一片好心 其实法官不是眼红任女士简陋 而是害怕任女士吃亏 知道是自己闹了大乌龙 也明白法官是一片好心 任女士决定一旦牵涉公共问题 到时候再找人协商或者打官司 不得不说 任女士的想法还是太天真 等到任女士真的了解事情详情后 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没想到 自己捡漏的房子根本不是占便宜 而是一个巨大的坑 二十多万都可能打水漂的大陷阱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 任女士带着记者实地考察了一番 这一看不得了 任女士终于知道 为何法官不让自己买房子了 实地考察后 任女士才知道 自己购买的房子 位于一层楼的中间户 按照一般的小区楼房来说 都是自家个扫门前雪 根本就是户不打扰 可任女士买的房子 却不是这么回事 原本一层楼有三户 全靠一条走廊上下 但是前房主涉嫌违建 把整个走廊包在屋子里了 虽然实际面积增加了 但是如今拆分着买房 中间户的人女士出入 却成了大问题 之前房东这么改建 本来就是自家住 那里肯定可以通过 但是如今房子被拆开卖掉 处于中间位置的任女士家 就比较尴尬 根本没办法上下楼 看着有家不能回的新房子 任女士欲哭无泪 一想到法官的好心劝说 任女士就无比后悔不听劝 不得不说 法官就是一片好心 但是话没有说清楚 任女士也没有提前考察 只是想要简陋 看着房子格局还可以 就匆忙下单 到最后想要住进去 却成了难题 虽然任女士觉得 有问题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但是办理案件 可不是街头讨价还价 更何况购买任女士两边房子的人 能够多占一点便宜 是一点便宜 凭什么为了方便任女士 就把房子给拆了重建 而任女士简陋这件事 也告诉我们 遇事之前 一定要考察清楚在行动 尤其是买房子 毕竟花费这么大一笔钱 平白打了水漂就不好了 大家怎么看呢